滕县保卫战80周年抗日英烈赵卫斌后人,魁川纪电响术绝笔家书。 封面新闻记者杨丽,摄影报道3月26日,成都百花寒公园外,不少市民站在赵卫斌列是目前献花缅怀这位昭明川军抗日将领, 80年前中国抗战史上飞撞战一之一的滕县保卫战,打响时任川军41军122师参谋长的赵卫斌与师长王明璋, 一同率队坚守滕县军撞列牺牲,但他们用生命围台而装大捷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 卫国捐区的三百名昭明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赵卫斌位列其中与这个荣, 欲相比他的一封绝比家书更令人关注,爷爷的思想至今影响了我们一家。 赵卫斌孙女赵令荣说,在这一千七百多字的家书里,赵卫斌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一家都从事在航空领域。 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而不断努力,缅怀川军后人附荣纪英烈, 这么多人记得他我们很欣慰。 26日上午9点,成都百花潭公园外的赵卫斌之, 目前留有不少市民献花祭奠的痕迹, 这让从北京专程赶回成都的赵卫斌孙女赵令荣感慨, 爷爷在这里不孤独,虽然只是个衣冠种, 但我们每年都会来祭奠,这一次同行的还有近十位川军后人以及热心志愿者。 莫呆,献花,鞠躬今年是腾县保卫战八十周年, 同时也是川军将领赵卫斌牺牲的第八十个年头, 我出生时爷爷已经不在。 赵令荣说六岁左右,他便随父亲离开成都前往北京生活, 但这么多年里爷爷的抗日事迹对一家人的影响都很大, 他是我心里真正的英雄, 长大后赵令荣和哥哥从家人、历史资料、抗日研究者等地方。 死守腾县壮烈牺牲, 袭击事变, 前后赵卫斌任川军四十一军, 一二二师少将参谋长以身许国, 抗拒外武的思想日趋成熟, 1938年初赵卫斌随王命张奉调, 由山西转复山东前, 县之后奉命固守腾县三月十七日下午, 日军占领腾县南面城墙和东关, 当天下午午时许王命张率部突围不成, 从城西围剿登上城墙继续指挥作战, 这时日军已占领西门城楼, 继续向前破禁最终在兵力悬殊, 装备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赵卫斌同师长王命张, 以及所略的川军将士死守腾县, 至城破后被敌人机枪扫射打中赵卫斌, 重担倒入城壤当场牺牲以孩最终也安葬的腾县虽然付出惨烈代价, 但他们的坚守则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奠定重要基础。 这种为民族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也彻底打响了川军的抗日气势, 八处抗战士研究院秘书长张光秀说, 八年抗战里涌现出一批披如王明长, 赵卫斌等优秀的抗日将士, 他们用鲜血才最终换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家书教育子女, 法愤读书莫忘过尺, 也演了这封家书, 对家族的影响特别大。 赵令荣说, 赵卫斌自小爱读书, 入校后得到当时已倾向于民主革命的四川昭明学者李培福等先生教育他少年时变满下, 以身取活的宏愿, 所以抗战全面爆发, 他毅然请因出窗抗日, 此外更令赵令荣惊讶的是爷爷的思想特别鲜明, 在滕县保卫战前, 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中, 也阐述了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赵令荣说在信中赵卫斌分析了抗日部队, 老百姓有三句话说, 红军又会打仗, 又不扰民中央军会打仗, 但是扰民进闪军, 又不打仗又扰民, 沿途都听说红军的德政, 不只是人民中央军, 也说他好也称赞不宜, 此外在这封一千七百多字的信里, 不少内容都揭露了当时川军装备的罗后和 无畏抗战的决心, 不过川军的枪等于灵虫轻击枪, 军土造不能连法, 莫奈何只有以血肉去与敌人机械化的部队机炮, 火碰结果之如何不问可知了, 后人儿孙满门都在航空领域工作, 你学校的通知到了吗? 何时入校? 不是希望你做一个普通工程师了是还希望准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当一个优良的技师,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 赵卫斌十分关心儿子赵世成是否拿到北京航空航迁大学路取通知数。 爷爷深知国家在航空方面的弱势, 赵令荣告诉封面新闻记者爷爷鼓励后人从事国家航空事业, 家人没令他失误, 父亲赵世成1993年去世, 赵令荣说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 不仅如此我和我哥也在北京从事航空领域方面的工作, 我们没有辜负爷爷的, 一愿他希望我们为民族复兴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